是買那10個號碼的隔離的話,竟然是能夠中到4個字 我看完都覺得幾恐怖啊 是呀真的,是那10個號碼,買它隔離就中了4個字 我都不會說,今天很害怕它是10個字,一個都不中 我中了6合彩還和你直播嗎? 我中了6合彩,那裏就算是幾注一起分,那裏都要等幾千萬 馬上拿去做定期去逍遙快活,還做什麼直播啊? 但是,世事又沒那麼美好,你跟著買就中2個字 如果你是買隔離的話,你就會中4個字 我都不會說,真是幸運啊,有沒有買啊? 有買的,有買的 是啊,我知道很多人跟著我買就不中了,沒辦法的 中3個字嗎?這裏沒有人中吧? 中了有人科金科到瀑布那樣啦 還會在這裏這麼冷靜嗎? 我第一個開10已經中了,那你有沒有很緊張呢? 後面再出來的,是不是很害怕會繼續中呢? 頭獎三千多萬,三千多萬都夠啦,三千多萬你拿去做定期 三千多萬你拿去做定期都happy啦,那說回今天的主題啦 那一會兒就會打個電話給導遊哥哥 導遊哥哥就有些東西說一下,有沒有什麼資訊給大家看看 對啦,中了啊,中了啊,中了啊,中了旁邊咯 你跟著去買,買粥的就中了四個字咯 你如果跟粥的就中了兩個字咯 你不跟粥的就中了四個字咯 是啊,我都幾out頭啊 哦,你說什麼啊? 你說,有三個人中了頭獎,每人三千多萬 那也好啊,三千多萬咯 你如果三千多萬,我所說的,拿去做定期 現在在數錢啦 你這些大數去做定期的利息就好一點的嘛 那我打個電話就打給導遊先啦 等一會兒啊 我現在打過去啊 我現在打過去啊 一邊普通的網路 喂? 喂,hello hello,hello,大家好,hello 是啊,那跟觀眾打聲招呼先啦 hello,hello,大家好,大家好 那我可不可以說一點點? 你可以說啊,你可以說啊 你說啊 關於我的東西啊 那我就很多謝你昨晚幫忙賣廣告啦 那因為Youtube是因為小紅書是天天都被人報告得很厲害 嗯 那跟著之後就有些賤人就被人打Youtube啊 那跟著我也都問過幾個人在群裡說 就說啊,這樣做好不好啊 還有小紅書有很多東西呢 我不夠膽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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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Youtube會自由一點啦 所以就有個Youtube出來啦 我幫你複複一次啦 那我幫你複複一次啦 那昨天導遊就開了個Youtube頻道的 那意思就是 小紅書他所發布的東西是被人瘋狂舉報 有些貼就被人落了架 有些資訊一上就很容易被人拜拜了 所以啦,既然河馬都開Youtube 那他也開了個Youtube 把資料就back up在Youtube那裡啦 就是這個意思啦 對啦,沒錯沒錯 值得非常之下 多謝百元雞的課金 那今天有些什麼話題說一下呢 今天啊 不過他昨晚和今天的直播都很困的 他有哪天不困的 他天天都困的 你知不知道我們網紅他喜歡些什麼顏色 喜歡些什麼顏色?不知道啊 那你日間真的不夠fancy 是怎樣啊 真的 我們網紅他說黑色白色是很旺他的 好像是那個熊貓那樣的顏色 是啊,黑色白色很旺他的 其實如果他想他直播的view數多些 我給他一個建議他 他反正都會閃閃閃的了 是 那好伯又一把年多 那現在又流行復古 那不如黑白吧 可能那個view更高啊應該 你說他直播的時候黑白 是啊,黑白 不是搞到月子 那又旺他 又搞咖醒又復古 不好嗎? 是,月宇殘片那樣的 黑白 那我想他都不會聽的了 基本上我們說出來的所有東西 其實他都是不會聽的 哈哈哈 有聽 有聽 他有聽 聽完他不會什麼的 聽完他就說你們又想害我 是這樣來講的 那我把你放出來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被人點了名嗎? 我知道 澳門的黑頻道 是呀 澳門 奇怪啊 他不叫你做老狐狸 我有些不高興 他現在不叫我做老狐狸 狐狸得這麼開心 他現在不叫我做老狐狸 現在就說澳門的黑頻道 澳門很多的頻道 是誰啊 待會其他頻道遭殃怎麼辦 有一點點對不起他們 雖然我認識他們 哈哈哈哈 幫你掩護了 不知道啊 應該是有人教他講的 又或者是他看到些不知道什麼 然後就順口一說出來 就變成澳門黑頻道了 他又不想開你的頻道名 然後就想開澳門黑頻道 其實就是想利用人去搭車 那傑然說 他又不看他自己是誰啊 那就炒車了 他一向都是老狐狸 要不就日更 他今天就說黑頻道 其實我都疑惑了一下 是不是說我呢 不過我都當他是說我的了 哈哈哈哈 我當是說我的了 你這麼主動的 你這麼主動的 是啊 不過你說黑白色的衣服呢 其實你也不要說那個直播黑白了 現在這些年代黑白直播是沒有人看的 我建議他就穿黑白橫色橫間的衣服 我剛才直播之前收到一張圖片了 這張圖片就打滿水印 這張圖片是說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孫子和一個子女關係 你懂不懂看嗎 你說慢一點點 我還沒看到 是啊 這張圖片已經出來了 我還沒看到 但是 應該載到出來的了 現在載到我出來的了 看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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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 應該有的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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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 你懂不懂看啊 你講解一下 我不是很明白啊 我要拿個放大鏡子看 你弄成這樣而已 不是 這樣就打回雞腿這麼大隻字的水印 這張圖片呢 看過小就像是戶口簿了 看過小是戶口簿 是戶籍制度來的 所以就有戶口簿了 有戶口簿才有新紋證 是 那好吧 那這個呢 就是詳細訊息 什麼什麼 然後女人 食人作 是 然後婚姻作方 又是未婚的 是咯 他未婚的 他到現在都是未婚的 那不是 插少少 插少少 原來 是 是 結了婚 因為你結了婚 因為你結了婚 你是要拿一張 有些地方好像說 要拿一張結婚證 走去 是 公安局那裡 是去跟婚的 是 跟婚完之後 戶口簿才會是 以婚 或者放咬 或者離異 是 是 那就是他這裡是 因為你民政局 和公安局 好像是不通的 這件事情 是 他沒有去更新 這些資訊 就不會出來 是 這個意思 是 是 各處鄉村 各處黎 大家不要說 我很肯定 這樣說 我講我的感覺 我的認知 是 你覺得他還未更新 是 跟著 他的關係 就寫子女 那就是 這頁是 戶口簿的其中一頁 護主 應該是 媽媽 的 護主是媽媽 護主是媽媽 我這樣說 護主是媽媽 護主是媽媽 然後 關係寫著子女 旁邊的關係是孫子 不知道什麼人 不知道什麼人 孫子的話 即是 護主 媽媽的孫子 就是自己的 兒子 或者女兒 回來的孫子 就是孫子 不要 你不說到 等下 別人又說 你折牙膏 跟他有事 說真的 那些事情他又不做 然後 就在這裡 說你這樣 說你那樣 你到底做了什麼 啊 在這裡 喵喵喵喵喵喵喵 有時候我都不太明白 那些人的 這麼聰明 你自己開個頻道來講 躲在螢幕後面 就在這裡 喵喵喵 我出真人 真身真樣的 那些人都知道我誰 但是你呢 那些人 有某些人 躲在螢幕後面 指手畫腳 連真人真樣 叫什麼 名什麼都不知道 就在這裡 指手畫腳 你那些人就是 你那些人 你那些人 有時候 我覺得 是很搞笑的 別人用錢 我 反白我用錢用時間 我沒有收過一元 有翻身的 不是齊齊摸摸 開心 分享 我們拿一支螢光棒出來 入入它 不是 超快有一萬 不是 但是不能夠因為 要滿足你的求之肉 而導致 本身 我們想做的事 是做不到的 有些人 我認為是別有用心的 有些事情 你不給他 他就會懷恨在心 你不拿出來 他就會懷恨在心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要拿出來給他 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可以說的 我們都會說 沒有必要收起來 但是你 在這裡做了這麼多的小動作 其實很多事情 看在眼淚 我不知道 那些人的心態是什麼 我不知道 不過 按照這個圖片 按照這個圖片 我自己這樣看 應該是在大陸出生 才會在這個圖片裡 是否這個意思 是同一個系列 但是 有一件事 是 正常 應該是全家統 但是這個 應該還差 要再確認一下 就往後再說 今晚就不說了 就先說了這兩頁 是 因為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可能都未太清楚 不過 再說回頭 這樣看應該是大陸出生 這樣看 不是大陸出生 不會有的 一定是大陸出生 你還要是 有一個小朋友姓何的 我有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又不太明白 假設 假設某人說自己 20年前去到香港 那個小朋友 就在香港的時候出生 假設 假設 這個資料 為何會回到鄉下 那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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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講明些 什麼資料 回到那間屋 那間屋 那裡呢 那他的戶籍 那他的戶籍 是在那裡的 那裡的 就是大陸出生 他當時的故事就是 在香港出生 兩個可能性 這個小朋友姓何 那假如 那他在香港出生 那假如 你敢說話的 就是 假如兩種可能性 假如他在香港出生 這個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性 那他不是在香港出生 他不是大陸出生 是在香港出生 兩種可能 一個是大陸出生 一個不是大陸出生 你就分開兩件事說 你就不要混在一起說 那首先 你先講講香港出生 香港出生 當時應該是有香港症的 如果是香港出生的話 那一頁東西就沒有了 是 就是直接故事完了 是啊 你不會是 就是 在香港 那 我的肚子大了 那 然後特地又回香港出生 那 是 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 那他最後最後 都是要 那個人都要回香港 那他為什麼要繞這麼大的圈 這麼多餘 是 他是蠢 他未至於蠢到這樣 是 哦 那就是 所以我覺得 還有一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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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那個年輕人 就在深圳出生 在深圳出生 那我就覺得不會是 如果是深圳出生的話 那個戶籍 都不是 他可以抱他 入戶口 當時有人爆料 就是 說 在深圳出生 某人做人的情婦 某人就說 某人做人情婦 跟著 在深圳出生 後來才去到香港 就是做人情婦做到肚子崩大了 跟著後來就 拿了油艇 去香港 有一個網傳版本 這個版本 就是在抖音流傳 在深圳出生 如果在深圳出生 是不是可以 戶籍在深圳 還是戶籍在 鄉下 跟父母 跟父母 那個戶籍 在鄉下 就回到鄉下 那真的不關事 不關事 不關事 反正就是 他的戶籍 在那裏 就回到那裏 有第二個問題 是 那 我就沒有 那個小蚊子 這麼年輕 那個小蚊子 十八歲 唔唔唔唔 今年 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還沒有拿 身份證 戶口保證 只有一個名字 是 是沒有身份證號碼的 有幾歲才拿身份證號碼呢 我那時候 好像是 十 十 十 身份證的時候,我的戶口簿只有一個名字 你很簡單計算,他都去香港有七年了 那你去香港有七年了,跟媽媽一起下去的嘛 媽媽上個月變永久了 那應該都是媽媽拿了香港身份證才可以到兒子的 不是在一起的嗎?是在一起下去的嘛 我聽我的朋友說,好像是要媽媽先搞定了 那媽媽還沒搞定,兒子也在那裡? 媽媽上來才搞定,兒子住了很久了 我覺得這條數不適合計能,你計算那條數你可以算得上的 第一個就是,如果用我的理解我那套邏輯 他有得身份證號碼,就等於有身份證的了 即是他領了身份證的 是 那又說我的認知,我的認知,我的所知 在目前來說,目前他好像是未領身份證的 未領身份證嗎? 是啊,所以我就覺得很神奇的 究竟現在是不是那些小朋友一出生就有個身份證號碼? 這件事我就不太清楚了,現在是怎樣的 應該是有身份證號碼的,現在來說,都不同了年代 你那個年代和現在的年代都不同了 因為他那份是看到有相關資料的 如果你有身份證號碼,然後又未領身份證 那他要讀書的嘛,那他讀書他怎樣讀呢? 那那份原始的版本好像是有那樣東西的嘛 我就是覺得是很神奇的,我就是那些東西是對不上那些位置 所以我就一直,你都知道這件事,我都押了很久 我都不敢說了那原因 是啊,是啊 到現在我都在想過,我都覺得為什麼這麼神奇 然後我又有多少時間 那我當他是零,先零六年 那我當他是十歲,一六年,好嗎? 是啊 我當他是十歲,一六年 一六年就應該讀什麼? 讀剛剛小學 小學,小學畢業 是啊,那就是小學 小學之後,然後大網紅就是一... 來,我倒推七年一下 嗯 倒推七年,他就是一八一九年就已經是拿了一單證證 是 是 是不是這樣理解一下? 呃...應該是 不過,這個人身上呢,我自己感覺上是有很多的謎團 是存在的 是啊 所以我就說他有幾年是真空 也算不算 我當你1718年拿身份證 你拿身份證就要蹲在香港 那你不能離開 你是要坐移民監 至少大半年在香港 你還要拿了單程證之後 我買了什麼 分請之後等一年還是等兩年 當你結婚之後 才可以去 去扮移民 那些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當他1718年拿了單程證 那他就是 好比2015年的時候 用單程證 出入境 阿某人 15年就有單程證 好像 上次是 有些 這樣的資料流過出來 如果 如果他15年有單程證 然後又說他 是2019年 還是幾多年 不是拘留過的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我忘記是2019 2019 對 那就是說 他是19 我當他15年 拿了單程證 那他就一直的時間都不夠 搞到上兩個月才得到三個星 嗯 嗯 但是他 那小黑屋15天 我知道 那問題是 我相信 他無端端買了一張車票 回大陸住小黑屋 一定是在那邊 是有蹲過 不會是蹲一兩天 可能是蹲半個月 一個月 然後 哪天去打天狗 哎 PK 被捕了 就這樣 就是小黑屋 是 因為小黑屋 但是你去到小黑屋 應該算不算有案底 行政區 你看一下 底是應該有的 但是那個底有多深呢 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如果 行政區樓 應該是香港的 香港的 我理解的有底 就是拿不到梁文正的 他都還拿到來香港 拿到梁文正 有個污點 是 他拿到梁文正 這個應該就 不會算得上 什麼大污點 你看觀眾的留言 有人說是19年 他才申請單程證 如果ACEB 19年才申請單程證 是在19 20 20 20 21 23 24 都是5年 如果是這樣 都未有三個星 反正 上個月 要到 那 那就 就算是向前推7年 但是你這樣推你這個時間又不對了 又有空搶期了 你數吧向前推7年是哪年 你多少年呢 2024你向前推 2017 2024數7年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就是2017年 可能2017年 然後可能再前一點去搞 2016年左右 就差不多去搞 如果是按著你這條數這樣計算的話 剛剛有觀眾說他19年才拿單程證 那你中間那幾年你去了哪 你一定是先拿單程證的 但是你這個時間對不上 你2019年才拿單程證 那怎會夠7年 要夠居民 對不對 我這樣就好 反正在我的認知裏面 就是你要有單程證 才有資格分證拿香港分分證 如果他有9年的話 就算有人說 就算有人說6年 6年都不對了 2019年 說6年 現在4年 都不對了 都不夠6年 5年多一點 他還有 他還有 我假設 假設 大家不要當真 假設 我們現在是聊天吹水 是 如故姓何的這個小朋友 在我的眼中 我 對華哥 就不太認識好心 但是我又見到 有位姓何的年輕 繞繞繞的就有東西 重疊了 那 假如這個是他 大陸生的 就是說你深圳的版本 也別那麼複雜 是 那就變成是 他帶個遊艇仔下來 他帶遊艇仔下來 這個手足也很麻煩 應該就要檢調DNA 但是跟他的DNA是相對的 還有另一個是養子養女 即是他香港的第一位老公 我曾經認識一個老公 他在澳門這裏有個親戚 無兒無女的幾十歲 接著就不知如何變成他的養子養女 然後拿了澳門證 是不是這樣意思 我有聽過 但是我不知道他最後成不成功 他就說做養子養女就可以拿到澳門證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可能香港也一樣 是呀 就是領養、計養都可以 不需要有血緣關係 是 哦 還有一條條是說得通的 還有一條條就是 就是這個不是姓何的小朋友 不是網紅的小朋友 可能是他姐姐的小朋友 今首他姐姐的老公姓何 還有個可能性 那我就覺得應該是這兩個可能性 其中一個 那如果第二個可能性是他姐姐的老公姓何 就不知道會不會是他姐姐的老公叫阿華 如果是這樣的 笑夠死 是 其實 其實 在這裏 都是很多疑問 在這裏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 也不能夠說得這麼清晰 這麼明白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那有 有沒有部分 就不知道他是 是蠢 還是怎樣 就在這裏罵我 說我擠牙膏 其實就不是擠牙膏 其實就不是擠牙膏 能夠給得你看的東西 都已經是給了的了 但是 很多事情 對不上 由於對不上 那麼 要更加多的時間 去做一些所謂的核實 要是很複雜 只能夠這樣告訴大家 是很複雜 甚至乎 是 懷疑到 是不是那些證件 有什麼問題 重分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甚至乎 為什麼那個小朋友 是這樣的 都是一個 要去研究的事情 是的 只能夠 有多少說多少 現在來說 是的 可以說的 也會說 還有 聽聽的可能 覺得我們短短幾分鐘 就要說了那些 那麼多東西 其實說那幾分鐘 其實是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才會有這幾分鐘 希望大家都體諒一下 不要再去 又說擠牙膏 又說說不說 其實是可以說的 也有說 剩下的東西 就未必能夠說出來 只能夠再去核實一下 還有有很多事情 好像昨天 我昨天晚上沒有空 那我昨天沒有空 那你播了什麼 就上次你問我 找16號那些錄音 那些錄音 是啊 是啊 那就是 那就是 又研究那兩間屋 哪一間才是他 啊 是不是說 兩個小朋友 很熱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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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朋友 你演那段錄音 你沒有完整過的嗎 我沒有完整過的 我飛走了電話那部分 因為那裏有個電話號碼 就廢別 有些又無端端又去炸人的電話 又問那樣 啊 那裏飛走了 那裏我一定不會飛走 那說真的 都不是個個夠膽去那些地方 是啊 真的 你換了是我 我不夠膽去 我聽你那些錄音說出來 你都算是很大膽 當時來說 不去都去了 那想怎樣 那不去都去了 就硬著頭皮 是 是 做完它 這樣 是 然後 你這幾天又說 都方便的 那我就拿出來播 是 播播 都無所謂 是 哦 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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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的講了 那 這麼厲害 自己去查 那些東西 有時候 都很深淡 我又不太明白 是的 真的 是的 那如果 按照這樣說 不用說 全部東西都做了 懶人包 那就搞定了 是的 你自己又不去做 一萬港快去大結局 是的 自己又不去做 自己又在這裏 夠吹 夠吹 打幾隻字 沒什麼成本的 又說 地圖拋光了 全部人 我見到 都很深淡 自己做 有些事情 很煩 還要是 做這件事 會令到 其他人 覺得 哇 原來是這樣的 做什麼 不是對著 河馬的 為什麼會 互吹 放冷槍的 有些人 會心慘 不想理 我也是有一刻 是 有這個 有這個感受 我打算 不理了 不查了 有得他 但是我又覺得 又很煩 那就算了 看看大家 可不可以團結 因為這件事 大家不團結 是不能做的 這件事 認真 是 真的要團結 到 有武器 其實現在 都是有武器的 那 大家要善用 有哪些位置 可以拿出來揮劍 或者是 拿著螢光棒出來 閃一下也好 對不對 至少 至少 不會說 搞到地圖炮 那樣 那樣 有什麼位置 這件事 搞到 你又被網紅在這裏 撿著來笑 撿著來講 大家聽完 又撲鬼氣 現在是網紅 在娛樂著我們 不是我們 在娛樂著網紅 是呀 不是 送那支炮給人 我有時候 可能不明白 剛才 有個人 就說 為何這張圖 有個關閉的圖像 在這裏 孫子下面 有關閉的格子 有人在這裏問 就是 網上 在這裏出帖 在這裏地圖炮 那人問的 他好像 剛剛 自己都在這裏 在這裏說 有關閉的格子 是呀 看到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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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疑整份是假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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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就是假的 假的就是不要看 是呀 他說是假的就是假的 我沒有可能 是原版 放出來給你看的 你這麼質疑的 我建議你 出帖的同時 你去找一份 過來打我面 我支持你的 我支持你的 大家去支持他 他好像在Facebook出帖 大家去支持他 是呀 大家去支持他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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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喜歡 這麼說 你玩完他 那些東西 你自己玩 我不能玩 你既然這麼喜歡 你玩完他 你自己開過台 你自己玩 P先生 你自己玩完他 我自問我沒有得罪過禮 你也沒有提過你任何的事 你那人 就這樣 今早整天在出帖 在說我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哪裏得罪了你 你既然說到我是河馬的官司 那不如你自己開過台訪 我第一個訂閱我 幫你推完片 好嗎 P先生 出來說話 露樣 不要搞那麼多 好嗎 還有 還有 那些訊息 你聽回來就聽回來 不要裝得好像獨家那樣 是 其實那些消息來源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清晰的 包括我看也好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我看你們Facebook的Post App 我會知道哪些是哪些 因為我自己都拿著整個東西 我講兩句 你不要說哪些是真是哪些是假 哪些人去就等了楊江 哪些人去到楊江 哪些人去這樣過 哪些人去那兒呀 酒店、汽車、食飯這裏錢 對嗎? 有小的那些東西,你真的猜像羅湖那樣簡單嗎? 你猜它按摩嗎? 這些全部是錢來的,酒店這裏錢,食飯這裏錢 對嗎? 你自己貼錢去做的,自己貼錢去做完之後還要被人罵 又不見你去找那些村民去問一下,你說你去到的話,你拍完片給我們看一下 我不用你片,我幫你推片,我不報你的東西,我幫你推又怎樣 我都幫你推,我簡直就說,這個師傅行啊 他拍得更深入,說真的,我都叫他做師傅啊,說真的 如果他講得這麼厲害的話,我都叫他做師傅啊 他剛剛在說的,就說整份東西是假的,我建議他去 就連這條圈的片可能都是假的,我建議他去核神一下,好嗎? 這條圈的片是AI的,那些村民都是AI做出來的 就連這間蝙蝠屋都是AI做出來的,全部東西都是AI的 我建議他以正視聽,趁這幾天重陽假期,親自上去 我支持阿希先生開了頻道,我第一個幫他推 我支持他,我幫他推,我出行力幫他推 我一天幫他推出十個報告,讓他變成真正的資訊來源 好不好? 好啊好啊 我再說一件事,給大家看一下,之前我那一篇 我是去完的了,跟著你都已經是出片的 跟著我就看見,他就發了一個報告 就什麼程川鎮維芬園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去到,我當他去了 既然你一場去到的,你只是去到那個鎮 其實,我今天都特地,我都出一條片 我就說,其實河馬是澄村鎮下面的一條村 並不是澄村鎮,大家不要搞錯 如果你的誤區這麼大的話 那你去來做什麼呢? 那你去了的,你都是找不到最後那個點是在哪裡來的 就怪不得又被好伯笑說,你們這幫黑粉搞那麼久 原來都不知道我老婆在哪裡的 是 就是,是很不值得的嘛,這件事 就是,你要去做事不要緊 大家各有各做沒問題 但是,希望做的事出來 你要知道是真的有一幫人在做事 並不是說在那裡go up,在那裡沉噴 是 就是付出了好多時間,成本 好多好多東西 並不是說要說你不對 但是,你要去做花生友的,你就安心做你的花生友 對聽你就聽,不對聽就算了 那你說這份東西是假的 那好似日根說,那你就拿一份東西,這份真實 看東西,那你大大東西,那我 你大大東西拍在我面上 讓觀眾知道你是有多真實 我絕對支持你的 好嗎 是啊,我很支持的 是啊,還有 既然他去得 他上次說他去了這個情川鎮的嘛 那我相信他一定有拍影片的 我希望這位網友能夠將他的影片 貢獻出來 給大家開開眼界 到底他去了情川鎮哪個地方 他打探了些什麼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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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拿著 你自己拿著的東西 你又不放出來 你又在壞人的牙膏 那也很不厚道 坦白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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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你要擺影片就擺 大家研究一下 對 對 至於你說擠牙膏 那你手上的 你擠得這麼清晰 你又可以擠一下 對不對 你敢不分炒 不是 不是擠牙膏的問題 是有的我都說了 對不對 有的說得我都說了 敢不分炒 不是自己做 各自努力的 那何必要搞我呢 我已經 我講我的立場 基本上大家的是非我都不會理 但是我不明白為何要來咬我 我真的不明白為何要來咬我 就算是直播期間都來咬我 在我這邊留言走來挑機 你可以拿出你手上有的資訊 我很支持你的 包括你去到程村鎮當時拍了相片 我不相信你沒有拍片 如果你沒有拍片的話 你白去 我希望你拿出來 大家一起看 你虧了 如果你沒有拍片 就真的 你有一些照片 就逐張逐張鋪出來 你追擊的 你喜歡搞 那你就把那些追擊行動 給大家看看 就是 把那些行動拿出來看看 說真的 上次爆的東西不少嗎 那你有這麼多資料 你幹嘛不爆 是不是 我看到有條留言 那些人說 跟Hugo一起去的 說Hugo先去 那些人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說那些人 不知道是不是 反正就是 據我認知 現在在開地圖炮 那些人 我是不認識他 跟他沒有交收過 一句話也沒有談過 但是我看到他 有一次是很幫忙的 有幫我把我的影片 就會上Facebook 有做過的 是好還是不好的 我都會說出來的 我是說這件事而已 我並不是說要很生氣他 很討厭他 到未謀面 有什麼很生氣很討厭 還有一件事 我一向我做事 有時候會很自白自為 會很自我 我是會自己衝出去做的 是不會跟人商量的 是 那大家就 聽得懂就聽 就是這麼簡單 反而我覺得 反而我覺得 是有人想我們不再說 我反而覺得是這樣 你這裏再下去的資訊 這裏再下去的資訊 開始核心 反而有人想我不再說 我覺得 那為什麼不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想我不再說 我不明白為什麼 很奇怪 好像突然之間 風向一轉 想我收聲 想我不再說 然後帶輿論戰 帶輿論戰之後 就可能是想 要你不再說 或者 等些人分化 等些人 去叫做 去令到你們的網台去攻擊你 這樣之類的事 我自己反而覺得 可能是這樣 是啊 我不明白為什麼 等一會 我覺得他 他是不是覺得 沒有了那個思維 會不會是 我聽到 有什麼思維 有什麼思維 不思維 你現在是這樣的網路時代 你怎麼說話都可以 我聽到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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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聲音 沒有聽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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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得不好 還是我收得不好 應該是我收得不好 應該是我收得不好 你繼續 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最近 開始針對我 好像有人針對我 好像我不出聲 我不知道是不是 接下來的資料 就是有某些人不想說 就不斷這樣來玩 甚至吹到 說我可以控制到言論 這麼誇張 我如果控制到言論的話 我還會讓你開咎我庫本 我覺得我很無辜 是不是因為我的樣子很欺負 每個人都喜歡找我來開火 上次廢老堅也是這樣 這次連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都跑來整天開我庫本 開了我一整天 我不明白 是不是我的樣子很欺負 大家覺得 是不是我的樣子很欺負 大家覺得 我這個樣子很欺負 為什麼你這麼坎坷的過去 為什麼我聽到 我會覺得 我想笑 是呀 上次爆了電話 廢老堅 廢老堅都沒有跟我道歉 現在 他當作沒有一件事 就追一下他 追一下他 不追了 他應該褐欺負了我 不是呀 是呀 應該褐欺負了我 很好笑的 你實質 一班人的窗口 是對著一樣東西 是 那陣間你對準一點 那你又不對準 又自己在那裡活吐 那你吐來幹什麼 沒有意義的 整件事 是 那你 那你誰有材料 就誰說 又不是不讓你說 剛剛你都說 你喜歡說的 你就開個台 是啊 你喜歡說的 就開個台 沒必要搞我啊 大哥 真的沒必要搞我啊 你開個台 你按兩顆鍵 跟何方 去搞人家有什麼得益 真的沒有意義的 是啊 我問大家的問題 現在八千多人 我是不是一個搞事的人 我有沒有搞過其他網台 如果其他人 不是搞我先的 我沒有搞過人 還有 這件事裏面 大部份的是非 我都幾乎說 不關我事 不要跟我說 我不想理 包括Facebook 我都說到不想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早到現在 一直在針對我 到底我做錯了什麼呢 要不要和你斟茶道歉 到底我做錯了什麼呢 你有沒有想過 你是衰靚仔 你衰靚仔過他 他道歉你 不可能 我真的不明白 其實最近有很多事情都在出來了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說我呢 我是覺得很深淡 我今天3點5的直播 其實我遲了15分鐘 15分鐘才開 平時我3點5才開 為什麼呢 我不想開 我覺得很深淡 是呀 我覺得很深淡 嘩 我會這樣被人罵 我會被人這樣出報告開副本 我是很深淡 我打算不開 是呀 我今早早 我看到那個帖子 那個時候 我就 打了一個 我問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有人問我 喂 昨晚你們搞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 我昨晚都沒有時間 都沒事 是呀 我不知道 然後 我就說 我看到我呆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是 逐個逐個數 然後他出了兩個帖子 是 他第二個帖子 就跟著說 誰誰誰打過問號 誰誰打過問號 就是一堆人名的 然後 做過什麼 做過什麼 然後很久就有人問他 那你做過什麼 然後他就回答人說 我都不是KOL 我都不是Youtuber 什麼都不用做 那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是看不明白 我只是知道 我是一而再 再而三 被人針對 我不知道 我發生過什麼 我不知道發生過什麼 我是覺得 是不是覺得我很欺負呢 我現在是覺得是這樣 跟著轉個頭 又再開個分身 再出個鋪 再罵過 很簡單 他明早 或者夜蘭認證的時候 再出個鋪 可以的 然後帶風向 跟著 如果我是能夠帶到風向 如果我是能夠帶到風向 你出這個鋪 你已經被人 屁股到上火星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被人屁股到上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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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出了 其實他出鋪 你按兩顆按鈕 就是我被人搞 就是我被人搞 他沒有什麼成本 我覺得很困擾 我是覺得很困擾 我是覺得很困擾 我去到中午的時候 我仍然為這件事覺得很困擾 我自問這件事 都算是 我知道的東西 我能夠說出來的東西 我又爆出來的東西 我就爆了 去到剛才他仍然在這裏 在這樣質疑的話 我建議他拿出來 拿手上的資料出來 他好像很有本事的 我支持他 我幫他分享出來 我至少不用你的資料賺任何錢 我免費幫你分享出來 我幫你打響你的知名度 我幫你講 我不用幫你講 我幫你出鋪 我幫你散去其他KOR手裏 但我不會拿你來賺錢 是你的東西 是你的東西 我絕對支持他做這件事 你的東西 從來沒有人想拿你的東西 你記住這件事 還有 大家都是同一個陣型的 真的不要再放冷槍 你再放這些冷槍 只會射到這一群人會散 就變了令到網紅華麗轉分 難道到那時候你很安樂嗎 我最生氣的一件事 我最生氣的一件事 就是他把哪幾個台放上來 把阿水和我 我覺得我們兩個活該 我覺得我們兩個活該 但是他把翁律師都放上來 翁律師都放上來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過份的 我好像 我看到那個帖子 我反映到一件事 地下判官 現在在 什麼 輕私問罪 是啊 在這裏論頁 就是 你哪位 我們大家沒有欠大家的 你這樣 你喜歡聽就聽就算了 你這樣說的話 是什麼意思 是真的很深奔的 是啊 是啊 還有 他說 我覺得我和阿水是該死的 我們這些事 但是你把翁律俠上台 我就覺得過份 你還要是 人家都出名 你敢去放在一起 這樣擺法 你有沒有想過 人家的感受 人家大量 可能真的不會出聲 但是人家會記得 是有這回事 是啊 那你 你這樣做的 你是做出自己的名字 是啊 其實你沒有益過 你整件事 好像日根的 這些你要擺 你就擺 不是 我都說我活該死的 我都說我和阿水這些 不太可憐 但是你 你把那些不關事的人上去 我就覺得 有少少太超過 我不知道他什麼背景 說到自己好像很厲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什麼背景 說到這麼厲害 說到我都害怕了一份 背景這麼厲害 結果好像 去完那些地方 得張圖 又沒有什麼很有用的資訊 我希望他可以把他手上 收起來的資訊 就公開給大家知道 是的 因為我看過他的報告 我查了他的報告 他好像收了很多很強勁 而有效 有能力 有強度的資訊 我希望他能夠拿出來 是的 拿出來 我手上一搭一搭 拿出來 你那些又拿出來 大家對資料 不如 對 我希望他可以出現 然後把手上的資料拿出來 在Facebook公佈也好 或者 發電郵給我 我和你保證 你的資料我絕對不會拿來賺錢 我和你保證 是這樣的 高度一點 他有資料的 就他開過台 我們封煙上去 開了個攝錄 拿個資料 大家出來做業做業隊 有花香齊齊吃 經常說吃牙膏 一集說完 大家都高興 你也高興 剛剛說 不是吃得鹹如抵得渴 這件事 我是被人這樣擺上桌 我都要說一下 如果不是 一個當你好欺 兩個當你好欺 三個當你好欺 都好欺 每個人都來欺負我 那怎麼辦 有些事說清楚 他走到我的留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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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我都不回應一下 是不是 好像我又太耐弱了 如果是這樣 他的事就說到這裏 任何事都有個點 反應就是 點一觸發了 自然會出聲 沒可能不出聲 正常人都會有這些反應 不是 我是有個底線的 我有個底線的 你不要走來搞咎我 你搞咎我一定還拖的 可能你們覺得我好欺 但你搞咎我一定還拖的 你自己看到 你廢老堅就來搞咎我 我也還拖的 大家都覺得我好欺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 覺得我好欺負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是不是平時粗口都不說 就覺得你好欺負呢 還是 人家有些很強而有力的資訊 去打我面 我建議他拿出來 你覺得他應該是有些很強的資料 拿出來吧 不要等 你現在有些很強而有力的資料 你拿出來是對的 可能分分鐘 過兩天 大網紅搞定了 驚訝 我們可以去開香檳 大家都開心 我立刻叫你做民族英行 不是啦 搞來搞去 搞來搞去 搞到自己有什麼位置呢 真的呀 搞到自己有什麼位置呢 不如齊心一點 不要搞那麼多事 他的事件呢 我先說一下 他的事件 我信完了 我都說了我的感受 我是有不開心的 我是有不開心的 這個真的 我都不想說謊 我是有不開心的 我是有不開心的 我無緣無緣無故 被人這樣說話 但是算了 算了算了 說完就算了 有他了 我希望P先生 能夠把他的猛料公佈出來 或者他自己開過台 肥水不留別人天 這樣衝出來 一定要自己開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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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今早睡到十一點 還有起床 我看到 為什麼我被人開副本 而且是一個這樣的理由 被人開副本 到底我得罪了他什麼呢 我跟這個人完全沒有交集 後來好像還串咎 我說我不懂中文 我也覺得自己很失敗 我跟何馬一樣不懂中文 哈哈哈哈哈哈 我報一句題外話好不好 是 我回覆了一些留言 有人說在邵志豐那裡 聽到有人說 有人說是見過我 封印上邵志豐那個人 我知道是誰 我是見過他的 是 我是見過他 但是你說那個P先生 我跟他是不懂 沒有交集的 那就說清楚大家 還有剛剛我看到 有留言說 河馬說開直播 那我又裂了一下 他又真的 河馬開直播嗎 我看看 我現在準備開 準備開 準備開 河馬開直播 見到我們立得這麼開心 當然是恥笑 多得P先生少 對不對 P先生成功令到河馬可以恥笑 其他網台 其實呢 我今天也很神奇 我就說 為什麼他一向都罵你老狐狸 為什麼會是澳門網台 然後我再看 網紅直播的時間 和那張Post 我一看 我就說 原來是那張Post 出了之後 才到網紅開直播 那就是網紅也有看Facebook 網紅就是借著這件事 那他不敢說日金頻道 然後就說澳門頻道 我知道河馬開直播說什麼 我發給大家看一看 我發給大家看 有噪膠啦 他們那些人 就噪膠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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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正路的事來的 這次正路的事來的 不是說網台噪膠 這次正路的事來的 這次正路的事來的 搞到說不想再上學 校服 校服 是呀拍到校服 剛才看到Facebook那裏有的那兩張照片 是呀 我都看到那張照片 是呀是呀 在Facebook那裏出來的 我看見了 是呀 他應該會說這件事 不過 都是那句 都是那句 其實 他的兒子 基本上 媽媽搞到這樣 那些同學怎會不知道 是呀 其實我 覺得他的同學 都很捱耳氣 到現在 一個同學都沒有說過話 是呀是呀 是呀 是呀 一個同學都沒有說過話 一個同學都沒有說過話 沒有爆他出來 那其實 他是哪間學校 好像都不太重要 其實是沒有人搞他的兒子的 我回覆了 其實是 一直以來都是對著 何馬 甚至可伯也是這一期 我編集一下他 我之前都同情他 說句 我都說過之前 可伯 他被人交指封咀 被人交指封咀的時候 都同情他 都可憐他的 但是 現在 現在 我 我就 覺得 為何現在才說出來呢 我覺得 是他自己 拿來碎的 哈哈 其實之前都跟他說 不如你 休息一下 那你休息一下的話 其實就 過一段時間 沒有人說你的兒子 沒有人說你的 你小心點說 等一下 你又有人在封咀你 又說什麼搞精他 放生他 不是放不放生他 他想件事完 他想件事不說不成的 又不想影響兒子的 我覺得我說的話很合理 你不想影響兒子的 不如你收檔 如果真的想兒子 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受到任何遭遇任的問題 是否应该要在网上收声呢? 是否应该要退网呢? 你退一个月,你儿子也会好好过 但是我们的网红又觉得 你们的黑网台就是想我不做直播 你现在就这么说,没人阻止我 我走得正,站得正 我这么说,没用的,没用的 他根本只是去理他自己的东西 是,只是去理他 而且你看他每天不停地在这 直播是不停地吃东西的 可白是不会吃东西的 但是近这两三天的直播,可白就吃东西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还有可白,我想可白应该都没有牙的 应该都脱了一些牙 吃东西根本是,那粒皮子放在口那里 那里用一条来压碎它 然后再摔一些皮,再吞 喂,那你是老人家的 那你是嫌妻来的嘛,何太 那你不要给她提子吃了 那你可不可以给其他容易咬一些,消化一些 那你一粒皮子,一路说一路吃的 那你年轻也不要緊 那你很年纪大了,都和你母亲有那么大 那你很年纪大了,也和你母亲有那么大了 那一近亲那怎办呢 何马是一个好自私的人来的 我真的说一句了,如果真的为个儿子好的 退网 真的退网 不要说是否教正他了 父母的角度来看 你現在還要還是兒子還要呢,我問大家,如果換了是你們,會選擇停直播還是繼續直播呢,如果你說兒子不再上學的話 現在你再這樣說,我認真說一次,如果我是他,我不會開這場直播 我明白,因為他再這樣做下去,事情會越來越多,我告訴你,事情會越來越多,你放心吧 或者我講幾句,這場直播是在送自己的兒子一起 其實你的同學都知道何太是你媽媽,大家都知道了,但是你現在再開一個這樣的直播,好像是為你兒子著想 但是其實你是在害你的兒子,因為這場直播明天,他的同學就要拿出來笑,你媽媽在說你不想上學 那這樣就這樣就放了自己的兒子上台了 他是用了兒子來炒作,我是他絕對不會開這場直播 哪怕你是說,哪怕你是騷擾了校服出來也好,沒有人會起他底 是沒有人會起他底的,騷擾了校服出來也好,那些人最多一笑而覺 你停兩天直播,沒有人再趕見校服的 但是你現在,你這一場直播,你出來的話,你是直接把兒子推上去浪口 是啊,他把兒子推上去浪口 他連兒子都可以放出來炒流量 所以我就說他個人是自私的,他個人根本 你很好地去做直播,你不要每天在攻擊人 其實是沒有人想去理你的,說句真的 你不要攻擊人 你在這裡歡樂一點,在這裡做一些傻事 那些人都不會說你什麼 但是你這個直播,在我的角度來看,是有問題的 他是在送自己的小朋友一起 因為這個直播,明天的同學一定會說 是啊,可能還有媒體會說 還有其他,這件事如果是兒子的同學說出來 如果明天是有其他媒體報道的話,這件事會發得很大 是啊,我是他,我是他不會放兒子上桌 還有學校對家長應該都有要求的 就是老師校長對何太你一定是不會有好印象的 那你自己都在風頭上,為什麼你還要拿一個兒子出來幫自己去開脫 還要放一個兒子上桌 是 這件事說到哪裡都說不過去的,對不對 是啊,肥婆就改改標題吧,不要放兒子上桌 這件事說真的,這件事說真的 是啊,改改他吧 是啊,真的不要搞這種事了,不要放兒子上桌 我這樣說吧,我這樣說吧,我這樣說吧 我這樣說吧,何太,你出個標題屌七樓算吧 你不要放兒子上桌 你不要放兒子上桌,我覺得很慘 你放兒子上桌,你沒有意義的 你還做臭了自己 你開個標題,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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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過小朋友,不要說,明天也不要開這個標題去說小朋友 你害死他的,小朋友受不住的 我不知道,何太,沒有什麼怎麼讀過書 我理解,農村 但是我,我告訴你,被人杯葛是很慘的一件事 在學校,被同學玩,也是很慘的一件事 18歲的小朋友不會說你知自己在學校經歷過什麼 如果你開這個直播,或者你準備用這個標題去做直播,你會害死他 我希望你不要開我,我寧願你屌七樓 你寧願,你現在馬上,何太,你改了這個標題 要不然就將即將發佈的預告就剷掉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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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就說自己不直播了,他說電腦開不了播 那電腦開不了播的話,就不如用手機剷掉了 不要叫他開了,你開不了,這個標題你也不再出了 我寧願你吊賊我,或者吊賊阿水 不要再拿個小朋友做標題了,你是死定的,玩死的 你要是吊賊我,要是吊賊阿水,反正都被你說開了 沒什麼所謂的,他應該是電腦大爆炸開不了 如果他明天是強行用這個標題再開直播的話,那個小朋友很慘 好玩阿,真是他自己玩自己 不是好玩阿,因為你要知道,他明天開直播的時間,就可能會是明天早上11點或9點 這個時間,小朋友正在上學的 我先說完,小朋友正在上學 你一個這樣的直播,有人會說,資訊會傳,然後同學會看 你不能離開,你不能離開,你不能離開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在學校你不能離開 我在家,我可以關上手機,關上手機,或者一些Apps 我登出了,我只是打機 但如果在學校我不能離開,我不能離開 是肯定會被人在此笑的 我真的希望他刪掉標題,刪掉這條片,改一個標題 刪掉我算了,真的刪掉我算了 我沒有擔心河馬任何事 但兒子是無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兒子 他兒子是無辜的 小朋友也是無辜的,不要把大人的事連累到小朋友 有人在這裏說,為何要維護河馬仔 他兒子是無辜的,媽媽做的事關不關他事 媽媽做的事,河馬仔控制不了的 是啊,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反正他現在說不行,電腦大爆炸開不了 不要拿兒子出來玩 你口水膠的事,我就再做一次坦克 你就找我開火吧 反正你平時都屌出我的老狐狸 再不是屌出阿水 每天不是屌,我就屌他 18歲人家還在讀高中 可能是大陸下來的時候遲了 他正在放兒子上絕路 真的不要放兒子上桌 真的不要放兒子上桌 這些事真的沒必要 一直以來這麼多個月,每個人都拍得正確 包括街市的兩公婆我都沒什麼聽到她說 說河馬仔 人家都互扔著你,你自己還要放兒子上桌 你求什麼?我真的想不明白這種老母是什麼心態 不是啊,他想著再開 他想著再開 他關機再試 他關機重開再試 他已經鐵了心,要直播了 我很有決心,要直播 他今晚不播不行 等一等 他是不是覺得校服上那裏被人Cyber Bully 今晚不說就睡不著的覺 打氣都要說,本氣都要說 他可能是想用這件事來還擊 可能是想用這件事來還擊 但是我自己覺得不要放兒子上桌 你吵一下黑網台,我覺得也可以的 即是大家都成年人 做些成年人的事,沒有搞些小費 對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的 但是她現在這樣玩 等多一會,看她開不開 對 等她重啟 讓她重啟 昨天你們不是說她的畫面閃閃的嗎? 她的機器不行了 我覺得未必是她的機器 我覺得可能是她的網絡問題 不是網絡問題,這種情況我試過 即是她的機器不行? 即是她的機器不行? 不是她的機器不行 她的機器是新買的 她的機器應該是二手機 二手機也沒那麼糟 你要用來做直播的機器是要有差不多的 否則她的機器就會很容易過熱 她的機器應該是過熱 如果好像是我的電腦那些 不是釘改或是死直 我的電腦是那些很薄屁的 這樣就可能搞不定 看youtube的發興 對 我之前有一部很久之前 剛剛開直播的時候 第一次開直播的時候 用了兩千元的電腦 我發現聲音會不一樣的 是過熱的 這樣對硬件的要求都很高 你說我們越緊張越拿出來說 那她就拿出來說 我們也是好心說兩句 到最後害誰又不是害我 哈哈哈哈 還有兒子是他的 不是我們的 你不是這樣的 按照你這樣說 你沒有動 你再動我便捅死自己的兒子 大哥不關我的事 哈哈哈哈 是吧 很心提你 你跟我說 你再動我便捅死自己的兒子 會不會關我什麼事 嘩 這樣真的 現在我兒子死了 就是這些混蛋黑網台 對 她現在還未出現 還在等著 其實沒有理由開不了直播 是沒有理由開不了直播的 她會不會是VPN搞不定的 不會啊 都開了這麼多次 你知不知道VPN是計算數據的 不是無限用的 會不會是爆數據的 應該不會啊 還有用VPN會一起期的 有時候有什麼網絡行動的時候 VPN如果加密做得不好 是會被Block了 或者速度變得很慢 然後韓馬不知道 那她就以為是電腦不行 我想根本不是這樣 是 她還未出現 現在還在等著 她到底會不會出現呢 大家覺得她會不會出現 大家拆一波 是會還是不會 我看一下 她在53分鐘的時候 就說會關機重開 現在我們繼續等多一會 看看韓馬怎樣 我現在都在提醒 但她還未開 是 是 她會不會 其實 如果她在等著 她發現YouTube開不了 會不會又走回抖音開 她說抖音放棄了 你信不信 她的抖音都很值 你試試有人跟她說 韓太太出場快 買到東西都不要緊 五萬元一場 立即開 沒有 我去開 五萬元一場跟我說 我去開 你留幾個小時時間給我 五萬元一場 三萬一場都殺了 你又要跟她在這裡爭飯吃 等下她又罵你 黑網台 開完課金 不但之 還要搶我飯碗 問題是沒有人給這樣的錢 現在正在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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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了 她40分鐘的時候已經說開直播 到現在都開不了 電腦問題 電腦可以有什麼問題呢 電腦不會開不了播的 你開得到電腦就開得到播的了 她的電腦都跟她播了整個百場 其實她一定要電腦開的嗎 用手機都可以開的 就是了 手機就可以了 我不知為什麼她不用手機開的 她有很多手機的 她電腦也有很多 我偷偷說給大家聽 好你說 她有四五個電腦 而且不是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 她很鬼祟 她用電話號碼 不會用自己的名字去登記 是啊 我這裡說完就算了 我免費聽說而已 哦 好啦 你們這些反骨仔 我看看 河馬出來沒有 出來吧 她不出來 待會我們一下播 她就會飄出來了 會不會 哈哈 可能她現在會不會在看 心想 哇 這個黑網台 為什麼她還沒下鐘 她還在挑戰我 還在山口裡打贏 會不會 然後我就一下鐘 然後她就馬上了 會不會 現在她就是搞自己的兒子 她現在是搞自己的兒子 我現在是覺得她是等我們下鐘 然後她就上鐘了 哈哈哈哈 會不會是風水影響了我們上鐘 她就影響了她的風水 令她上不到鐘 不知道啊 她的嘴巴說不相信 但實際上是迷信到不得了的 但實際上是迷信到不得了的 等多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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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開的話 我們都收皮了 都累了 5分鐘 我們收皮就給她開 對啦 我們收皮給她開 剛剛說了很多 晦氣說話 不過要播的都會繼續播的 不用剛剛說的 再配氣說話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大家團結一點 對啦 跟著呢 我們要說的 要播的 就會繼續的 喂我買個廣告 可以嗎 你買廣告 認真的 你說吧 你買什麼廣告 我買廣告 是這個 之後那些片 如果你們是有聽不清 通常那些東西出來之後 我一定會在這裡說 是 就是我會在這裡說的 有時候我看到有很多人說 聽不清 那我就會逗底有條片 在導遊哥哥那裏出來的 那你們可以第二天 看回日根的replay又可以 跟著看 導遊哥哥的那些片 又可以 就是這樣 我只是買這個廣告 是 哦好 我知道啊 不是說back up 有人叫我冷靜看這件事 其實我已經很冷靜了 如果我要罵的話 我是下午3點3 那一場我已經可以罵的了 我完全是能夠罵的了 是的 但是來到剛剛我上半場的直播 我是沒有說過任何這些事情的 是到了剛剛他還要這樣繼續來講 甚至是在這裡挑的 甚至出了個鋪 開我副本的 那這樣的挑釁程度 我再不說 或者是我不出聲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代表 我是很欺負 是任何人都可以過來欺負我呢 那其實我覺得我已經很冷靜了 這件事我已經是 嗯 早上起床 到我現在我都很困擾的 是的 我是很困擾的 那如果我覺得我再不出聲的話 他只會變本加厲 去帶風向 去掃臭我的 那是不是也要被人掃臭了 那不如我自己掃臭自己先 哈哈哈哈 是不是也想要掃臭了 那不如我掃臭自己先 我做得不好 你有資料拿出來 多謝 其實日根呢 他都很忍得很冷靜的 據我所知 他有幾件事 他是自己猜到的 他不出聲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到 哦 我印象中是有的 是的 他都不出聲的 只不過是太欺人太甚 那一刻 就真的 不出聲 不行 不出聲 就一直踩到過來 嘩 比廢老堅還餓 哈哈哈哈 你看 真的 真的 做我 不是 廢老堅 他都出過樣子 是 這個 他只是打字 的 真可憐 哈哈哈哈 是他只是打字 那些東西 有他 打字 什麼都沒有 有他看的時候 他自己就拿出來 又去過這麼多地方 有16個律師 我很害怕 16個律師 是啊 人家說我自己有16個律師 我都不知道怎樣找到16個律師 這麼厲害 整間律師樓你包了 整間律師樓都沒有16個律師這麼多 有規模的 是啊 很有規模的 有規模的 我自己在澳門也是一兩個律師 最多三個 有一個不常用的 嘩 你也是有規模的 你有規模的 有些是朋友 有些是用開的 朋友通常很少找到 公事還公事 他有16個很大業務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很少聽到這麼多個律師 更厲害 比籃球隊 哈哈哈哈 現在已經5分鐘了 我想他就不會上數了 等一下 你最後給我多說一句 你說 你說 剛剛收到有人給我訊息 我再說一次 大家聽真些 有一天 有個人去邵子豐封煙 那個人 我是見過他的 他亦都見過我的 是 那他的名字 就不是P字頭的 大家不要搞錯 不要吐錯自己有 是 還有我一直找這些資料 人力物力錢那些 都是我自己去解釋 是沒有問過人去收錢 是 就是這樣 我澄清大家不要搞錯對象 等下又變了 那些不解釋 變了吵起身 就不要了 是 就是這樣 那韓文雅那裏 我不等他 都12點多了 是啊 都說過了那個時間 那就有他 是 不理他了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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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